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本都是不知一提 楚英 努尔哈士的长子 从小就跟着父亲南征备战 立下许多军功 但性格比较孤傲 跟其他兄弟不合 于是其他儿子联合其他对付他 最终他被父亲处战 死的时候才三十六岁 所以不知一提 戴上努尔哈士次子 也曾跟着父亲争战 不过为人低调 深受黄太极赏识 后来黄太极继位 还让他当了铁帽子王 不过后来也病死了 最终没当上皇帝 不知一提 阿拜努尔哈士第三子 因为母亲是树妃 所以他出身低贱 后来作战时只能当副手 最终被黄太极象征性的 封了个镇国将军 不知一提 汤古代努尔哈士第四子 母亲也是树妃 作战时曾经继承而逃 被黄太极罢免官职 郁郁而终 完全不知一提 芒古尔泰努尔哈士第五子 虽然作战勇猛 但因为母亲行为不检点 他就杀掉了自己的亲生母亲 结果被父亲看遍 死后玉遇而终 不知一提 塔拜努尔哈士第六子 没什么战功 史料记载很少 根据是不知一提的人物了 阿八太努尔哈士第七子 在黄太极心中地位不高 一生没什么太大的剑术 不知一提 黄太极努尔哈士第八子 这还勉强算的人物 也就是清太宗顺治帝的父亲 但后来突然猝死了 可见他身体并不好 把布太努尔哈士第九子 史料很少提到 应该没什么太多作为 不知一提 德格类努尔哈士第十子 被大哥芒古尔泰牵连 没机会做事 不知一提的家伙 把布海努尔哈士第十一子 后来非顺治地处死了 不知一提 阿济格 努尔哈士第十二子 对正是不感冒 对于黄氏族人来说 这是一种耻辱 不知一提 乃木不 努尔哈士第十三子 史料基本无记载 更加不知一提了 多儿贵 努尔哈士第十四子 非常厉害的军事家 据说跟孝庄太后关系不错 顺治帝在位时 他是主政 所以还算他一号人物吧 多多努尔哈士第十五子 此人参加了扬州十日 手上沾满汉人的鲜血 历来评价不太好 但跟多儿滚 黄太极一样 也勉强算个人物 费阳果努尔哈士第十六子 据说他犯下大罪 被黄太极处死 具体犯什么罪 已经无法考证 也算个不值一提的人罢了 从努尔哈士这些儿子中 可以看出只有三个人还算不错 其他人要不是性格有缺陷 要不没有领兵作战的才能 为什么他们能杀入关中统治中国呢 主要还是在于运气好罢了 你觉得是这样吗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哎 哎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